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游甫 我们来看一下12生肖的下周整体运势 下周是国立的3月27号到4月2号 那12生肖我们把它分成四组来做个说明 首先第一组 第一组是猪兔羊 服从命令 工作安定 你听你上司的话 长官的话 做得稳稳的 我给了一个赞的评语 其实第二组 狐马狗 狐马狗比较不错 长久耕耘 得到名声 就是你长久的努力 你渐渐的有名 自然就有利 所以我给了四个赞的评语 下面蛇鸡牛 蛇鸡牛恭喜你 在下周呢 绩效上升 职场风光 绩效上升一定是业绩不错嘛 表现得很好 所以我给了五个赞的评语 再下去一组 猴鼠龙 猴鼠龙只移正财 不利投资 就是说下礼拜呢 猴鼠龙呢 你只要正财方面 就是薪水啦 本身的工作做 好好的做就可以了 我只给了三个赞的评语 再下去呢 十二生肖有三个生肖 在下个礼拜印记最好的 首先恭喜 钱财最旺 钱财最旺是属鸡的朋友 其实事业最强 事业最强 恭喜是属马的朋友 还有桃花最红 桃花最红是属牛的朋友 那还在下个礼拜呢 在我们的十二节记来讲 正好介于春分 春分到清明之间 这个说真的就是春天的时候 在民俗祭祀里面有这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青蛙春分出明 秋分中明 意思就是说青蛙它是一种有益的动物 因为它会吃害虫 它什么时候开始叫呢 从春分的时候开始叫 一直到秋分的时候 它开始就不叫了 那事实上我想不会是刚好是那一天 所以民俗上这样的说话 只是说它从春天开始叫 叫到秋天 这段时间你在田里就可以听到青蛙 或者野外听到青蛙在叫 民俗祭祀的第二件事情 少吃竹笋 多吃银耳 因为春天到了 春笋不断地发出来 但是我们适可而止 不要吃得太多 因为春笋非常的寒 会好气 容易引起咳嗽 那至于为了多吃银耳 银耳就是白木耳 它可以附我们肝脏 肝脏可以排毒 所以我们说可以多吃银耳 民俗祭祀的第三件事情 养蚕衣 盖蚕房 丁蚕架 这是应该是江南养蚕人家 在过去才有 现在应该是没有 在民俗上我们是留下来 在春天的时候有这些 关于养蚕人家的一些要忙的事情 好 以上是下桌的十二生肖整体运势 谢谢各位